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血压升高的原因 如果你不知道血压升高的原因呢 就很难把血压控制下来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的高血压的原因 然后有目的地进行治疗呢 今天和大家分析一下 引起高血压常见的十大原因 第一个是遗传因素 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有遗传基因 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年轻时就有高血压的话 那么他的子女出现高血压的概率就非常高 这呢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 很难改变它 第二是年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我们血管会出现一些硬化 随着动脉中央硬化的进展 就会出现血管的弹性减弱 甚至血管管腔的狭窄出现血压的成高 第三种情况就是肥胖 如果明显的体重增加 腐形肥胖 这种呢造成血压升高的概率也是非常大 因此呢我们需要积极的控制体重来降低你的血压 第四种情况就是饮酒 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呢 是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造成的 第五种情况就是高盐饮食 高盐饮食可以造成血压的升高 世界卫生组织呢要求盐的摄入量 每天要控制在6克以下 而我们正常盐的摄入量呢 一般都在12克13克以上 因此呢要积极的控制盐的摄入来降低你的血压 第六点就是熬夜 如果长期睡眠不足 经常熬夜也是造成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 第七点就是睡眠打呼噜 尤其是男同志如果经常睡眠打呼噜 出现呼吸暂停 将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它同样会造成血压的升高 第八种情况就是工作压力过大 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过大 精神紧张也会造成我们内分泌失调 引起血压的升高 第九种情况就是我们长期吃一些药物造成的血压升高 比如说长期吃一些消炎阵痛药物 或者吃一些糖皮脂激素 像第四米松强低松等 这些呢也可以造成血压的升高 第十种原因就是激发性因素 就是由于其他疾病造成血压升高 像一些肾上腺疾病 像一些肾脏的慢性肾炎 肾血管的狭窄 这些呢都可以造成血压升高 所以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呢 一定要分析一下 是否存在以上十种因素 对于能够改变的因素呢 尽可能去控制它 这样有利于高血压的控制和治疗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好关系列了 请不吝点赞号